在10月21日,好莱坞男星亚历克·鲍德温不慎用道具枪误杀女摄影师哈清斯,酿成一死一伤的悲剧以后,铁锈片场再度传出意外。 一名名叫杰森·米勒的灯光师遭到毒蜘蛛咬伤,伤口严重溃烂流浓,若是最后不得已,则必须截之保密。 咬伤米勒的是一种名叫棕色炖猪的毒蜘蛛,米勒的伤口溃烂,肌肉也开始坏死,严重到一度出现了败血症。 为了防止毒性继续扩散,每天都必须进行手术,但是医生直言,最坏的状况只能截之保密。 患者被咬伤以后,在24到48个小时内,会出现发烧、冷颤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,严重者甚至会有溶血、血小板下降、败血等病变发生。 这种蜘蛛多出现在北美洲的南部,喜欢生活在温暖、黑暗、干燥、幽静以及苍蝇较多的地方,比如说储藏室和木料堆。 感谢观看